近日在宛东山地陆军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 展开多型武器装备实弹射击考核 综合检验装甲装备班组协同能力和单兵武器精准打击能力 沿着泥泞山路 坦克车组快速向射击地域抵近 到达射击地域后 坦克战斗射击首先展开 参考车组需要在行进中自主搜索目标 选择相应弹种对目标实施精准打击 这次考核对车组协同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 全员必须做到高效协同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摧毁目标 在单兵火箭考核现场 官兵根据考核组临机下达的目标位置自主搜索目标 完成距离测量和射击准备后 对数百米外的目标实施打击 在考核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考虑烟雾 灰尘等环境因素 对测定距离带来的影响 还要掌控好呼吸节奏 对目标进行精确瞄准 尤其是在射击过程中 任何一点误差都会对命中结果产生影响 在随后的某型反坦克导弹考核现场 参考官兵以三人为一班族 迅速占领射击阵地 导弹发射后 射手通过操控地面控制装备 不仅可以自主锁定目标 还可以修正弹道轨迹 从而对目标实施精准制导 同样的地面